多项选择题的话 它实际上每一个题目里面有五个被选项 它不是四个 单项选择题是四个 多项选择题是五个 其中有两到四个的一个选项是符合提议要求的 到底是两个四个还是三个不知道 你根据题目的自己的一些情况来判断 至少每一题至少有一个错项 至少有一个错项的话 那么答案是不可能五个都对的 如果你考试的时候发现 你觉得这五个答案都对的话 那么就你错了 一般来讲 这么多年都是比较稳定的 那么至少有一个错项 所以它的正确答案有两个三个四个 五个都是错项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错项 那么错选本期不得分 这个我们前面讲过 对多项选择题来讲 如果你选了有一个选项 本来它是没有的 你把它选上了 虽然这一期其他选项都对 但是这个没有的选项 你把它选上了 这一期就是不得分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我们前面也给大家提到过 对于多项选择题来讲 你要谨慎 谨慎 为什么要谨慎 因为这一题 假设你已经选过 AB都是正确的 你再选一个C C是错误的选项的话 那这一题就是零分了 AB正确也没办法 也是零分了 那么少选 如果你选的都是对的 但是是少选 不够不全面 比如说我们前面举的一个例子 如果它的正确答案是ABCD 你给出了ABC 给出了AB ACD 或者是ABD 等等 那你只能得0.5分 你给出了AB就是一分 所以我们前面也给大家讲过 有些把握不是大的选项 有些时候不选 这句话要详细的给大家讲 不是说所有都不选 如果这一题 一题一个选项都没选择 那么你还是要选择 不然的话 这一题就明确零分了 选择的话 有可能还能蒙上一点点分支 建议大把握的那些选项 如果你已经选过一两个 两三个了 我们建议你不选 这个可以 这个地方大家知道 这是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一个多项选择题的 一个真题的实例 2019年的一个考题 无线接通率是网络优化的重要内容 影响无线接通率的主要因素 是有哪些 讲无线接通率 讲的是移动通信 对吧 移动通信 移动通信 无线接通率 对吧 你这个影响它的因素有哪些 无线影响无线接通率的因素 有哪些呢 A是业务信道的容赦 B是控制信道的容赦 C是业务信道的分配的失败 D是这个其他的电气干扰 E是小区的参数 那么就要从这五个选项里面选两个三个或者是四个 那到底是两个三个还是四个 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 这一题的具体情况来确定 那么这就是一个多项选择题的一个例子 它的选项就是ABCDE 对吧 这个答案是什么呢 实际上我们没有 在这个地方重点不是关注它的答案 但是我们要知道它的答案是ABC 影响无线接通率的 对吧 主要因素一个是业务信道的容赏 一个是控制信道的容赏 一个是业务信道的分配的失败 你这个接通率就是信道多少 会影响它的接通率 这个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讲的多项选择题 多项选择题有些时候 得分起来可能更稍微难一点 下面呢 我们来看看案例分析题 案例分析题 我们刚刚讲过了 它总共是120分 大概有100分会考在教材第二章 第一章也有 大概有20分 第三章有 但是不是特别多 所以它主要考虑的 考的是项目管理部分的知识点 主要考的不能说绝对 因为第一章施工技术里面要用到 有些时候啊 又用到一些技术 或者是法规相关的一些原理内容 所以教材第一章技术部分 特别是施工技术部分会考分值的 十几分二十分 法律法规相关标准条文 那一部分偶尔会考到 对 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案例分析题 它其实是主观题 首先给你几段话来描述我们通信工程 或者是广电工程 在施工过程中是如何进行施工的 如何进行管理的 这就是背景材料 那后面就要问四到六个小问题 你来回答 这是主观题 我们前面都讲过 那么这就要求你实际上 要对背景材料的内容啊 要熟读考试的时候要熟读 为什么 他给你这一几段背景材料 来描述一个工程的背景材料的时候 在这里面是有一些条件 回答问题要给 他实际上条件就在这里面 甚至在这里面是有陷阱的 条件你要分析清楚 哪些地方有陷阱 你要能够看出来 不然的话 这个背景材料你不熟读的话 对他给的条件你不清楚 哪地方设置的陷阱 你也不清楚的话回答问题就很难得到很高的分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就说 吃透背景材料中的每一句话的这个含义 然后来分析背景材料所给的所有条件 有的条件他不是明确给的 他隐含了 你要分析啊 有些陷阱他陷阱他不会明确的告诉你 这是一个陷阱 他隐含的 所有的陷阱都是隐含的 你自己要分析他 要把问题看清楚 找出对吧 问题考察的知识点是解答案例题的关键 对吧 他这一段话来描述什么内容 他实际上你看到这个地方 你就要清楚 这个知识点是记要材上 哪一个部分描述什么样一个知识点 这个地方讲的是进度问题 那个地方讲的是安全问题 下一个地方讲的是质量问题 你就要能看出来 你不能随便读一读 所以对案例分析题的背景材料 边读边分析 你把分析清楚了 条件分析清楚了 陷阱看清楚了 你回答问题才好回答 回答问题的话 也有一些要求 什么答案 答题要有层次 见面要清楚整洁 有些通知说 这对我老生常谈实在没意义 实际上是意义是非常大的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它是主观题 主观题 它不像选择题ABCD 你自己选ABCD 你对了就对了 错了就错了 没有什么可讲的 没有中间过渡态 主观题就不一样 你回答的答案 跟别人回答答案都是一样的 你的字迹潦草 贱面不整洁 回答问题 逻辑上混乱 它可能得五分 你就可能得四分 甚至三分 这个跟你答题 这个贱面的整洁程度 清楚程度 你答题的答案的 这个逻辑性的 层次性的情况 是有关系的 这就跟人讲话一样 同样的问题 对吧 你要跟有些人 逻辑思维清晰的 他一二三四 跟你讲得清清楚楚 有的人呢 他逻辑思维不清晰 颠来道气 啰里啰嗦 讲了半天 意思是一样的 但是你就对他的印象 就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答题的层次 和逻辑性对你得分是有影响的 同样的一个答案是差不多 意思是差不多 你比别人高一分 那么就说明这个地方 你占有一些优势 对吧 这个贱面整洁 清楚 你的答案是对的 但是你写出的字 就相当于医生开的药方一样 不认识 你也得不到分了 你的贱面 这地方写了 插了写 然后打插 然后打箭头 指向这 指向那 乱写一气 那肯定会影响你得分 因为这是主观题 给分的人都是 给分 给你分的人 他实际上 他不是计算机 是人 人他是有个人的一个情绪的 而且 根据你的贱面的整洁 清楚的 答题的这个逻辑性要求 给不同的分子 这是有相关规定的 这一题 这一个小问题 你答案跟别人答案是一样 你比他写的更好 贱面更整洁 逻辑上更简洁 更清晰 你就会得多得0.5分 多得一分 这一个小问题 多得0.5分 下一个小问题 也假设也多得0.5分 实际上一个案例分析题 120分里面 你同样的答案 可能多得个 三五分 五六分 这是常见的一个事情 有些同志说 三五分 五六分 有什么重要性呢 你 我们观察 每一年考试的 这个成绩的分布 92分到95分 这个中间的这个比例 不能说有最高 我们没有统计过 但是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 这个比例比较高 就是92分到95分 这个得分的这个人数是比较高的 那么有些时候 在这方面你做好一点 多得个三五分 可能就过了 这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你要看考试分子的分布 我们没有统计过 没有这个数据 但是我们每年在现场讲课的时候 都遇到往年没有通过的老学员 问他往年考了多少分 92分 93分 94分 95分 这个区间的人比较多 通过的人 他不会再去读了 你也无法理解 但是理解他 了解他考了多少分 但是他前几年跟其他学员 一起来学习的同事 亲友 他亲友没过 告诉他考了多少分 我们还是能够知道 但是没有过的人 老学员 我们是知道他能 很多人 我们是知道他考多少分的 比如说92分 93分 94分 这个比例比较高 所以有些时候 你多个三五分的意义 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你要得到四五十分 六七十分 多得三五分 没多大意义 但是你要 你要提前养成一个好习惯 前面的习惯养成不好 你不只能指望 你考试的时候就能做好 为什么 即使你做好 你耗费的时间也是比较高的 这是我们讲的 案例分析题 下面我们来举一个案例分析题的一个例子 这个案例分析题的例子也是一个考试正题 但不是不是2019年的 我们这地方没有必要全部用2019年的考试正题来给大家看 但是他们的这个逻辑上是相通的 前面的选择题 我们用2019年的题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题是什么样子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这个地方的目的并不是要求你去掌握这个案例分析题 到底是怎么来回答问题 它的知识点到底是怎么来背 你来通过这一题 你来看看案例分析题是什么样子 怎么来答题 背景材料是什么样一个背景材料呢 某施工单位承担了一项长途光纜线路工程的这个工程 这是一个什么工程 通信工程 线路工程 长途光纜线路工程 线路进出局利用原有市区的管道 九万利用高速公路上的归心管管道 设计会审前 设计会审前 这就是我们的技术准备 施工单位组织人员对设计文件进行了内部审查 设计图纸的审核 内容包括设计图纸和设计资料 是否齐全完整 是否符合相关规定和强制性标准的要求 施工途中 穿越铁路 公路 桥梁 河流等技术方案的可行性 没有发现设计文件存在问题 存在问题 那么他这个地方就告诉你设计图纸的审核审核哪些内容 实际上你你以后做案例题做的比较多了 你就会感觉这地方可能要出题 设计图纸审核审核什么内容 他为什么要把详细的给大家讲 每一个考试征集的案例题的具体的内容 他写出来都是有用的 或者是提供答题的条件 或者是设置陷阱 如果这句话放在这 这句话这一段话放在这 对考试答题没有什么关系 答题的答案跟他没有什么之间的必然的关系 一般来讲他就不会写 他既然在这个地方告诉你审核内容包括哪些 一般来讲可能会针对这地方要出题 那么根据我们的这个惯例 我们认为有可能两点 一种就是什么 审核的内容 他没写权让你把它补齐 另一种可能就是审核的内容 这里面有些地方审核错了 你要把它指出来给出正确的做法 通常情况下就是这种惯例 说白了就需要把设计图示的审核审核哪些内容给记住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路由复测时发现设计管孔已经被占用 问题反应后建设单位回复 可以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合理适用空余的管孔 空余的管孔 施工单位针对高速公路上的作业制定了安全防护措施 主要内容包括安全 他把安全防护的内容又给你了 你看下面主要内容包括安全防护的主要内容包括下面一二三四 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能够强烈的感受到 他对安全防护的设施这个地方要出题 如果在这地方不出题 他没有必要把主要内容一二三四都给你列出来 这个你要知道 好有哪些内容呢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1. 严格按批准的施工方案在规定的区域内施工 2. 服从交警管理指挥 并协助做好交通安全工作 保护公路设施 3. 按照公路管理部门的规定摆放安全标志 4. 施工现场人员参戴符合规定的安全的警示符 监理工程师审查后认为内容不全面 要求施工单位补充完善 进行光览接续时 接头损耗的普遍偏当 技术人员利用英国分析图法 找到这个问题的原因并解决了问题 好这一段实际上就给出了 对吧 给出了这个安全防护措施 明确的告诉你安全防护措施是不全面的 那么你要把它补充 下面这一段就是具体它是怎么做的 好我们下面来看看他提出的问题 他提出了四个问题 我们很明显的看出这个案例题应该是20分 30分的案例题一般来讲不是四个小问题 而是六个 这一期是20分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前面是背景材料 下面就是问题了 第一个问题 施工单位对设计文件的内部审查 还包括哪些内容 这一段话实际上就明确的告诉你 内部审查的内容是不全面的 它这个内部审查 审查了这么多内容 还包括 那么就说明不够 你把它补充起来 这一题说白了 考什么呢 说白了就是考设计图纸的内审 包括哪些内容 你要把它背的 我们 我们讲 我们这个考试啊 完全靠背的话 考试想拿高分是比较困难的 但是 这里面要拿高分 必须还必须要背 有些题目 它不能靠背 但是大部分题目 还是要靠背的 不背 这个考试是不可能通过的 但是你讲 我就靠背 能不能得到非常高的分呢 也不行 有些题 它不是靠背的 比如说进度问题啊 成本问题啊 合同索赔问题啊 这些问题不是靠背的 但是大部分内容 我们考试160分里面 大部分内容还是要背的 你看这一题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这以后 讲课的过程中 会给大家强调 这部分内容你要记 那部分内容你要记 你这地方不记 你就背不掉 这就是考试真题啊 虽然不是19年的 但是19年的考试真题 跟它是类似 这个逻辑上是一样的 好 这是第一题 第二题 对吧 选用管孔应当遵循的原则 有哪些 管孔的选用原则 这实际上考的是教材 第一章施工技术里面 管道线路工程 选用管孔 什么靠下靠侧的那些原则 这也是靠背 考的是第一章 第三个问题 补充公路作业的安全防护措施 这个教材考的是教材 第二章 安全控制措施 九大类安全控制措施 里面有一个公路作业的安全控制措施 有哪些 你看这地方都是要求你去背的 第四个不是要求你去背 画出光览接头损耗大的英国分析图 英国分析图 我们以后讲课的时候会给大家讲的 虽然2019年没考 但是以前考的非常多 那么从这一题二十分来讲 每题平均下来五分 前三题你必须背的 就是考你背的 没有什么办法 当然理解的技术上背起来可能更好 如果不理解的话 背还是有用的 你不背 你施工水平再高 你的记忆能力再好 你不背就不行 最后一题 英国分析图不是靠背的 这个要靠理解的 难度不是特别高 我们来看看答案 但是我们不要求这时候 大家要背答案 因为我们还没讲到教材内容的 答案怎么写呢 第一题 第一题考的是什么 内部审核 设计图纸的内部审核 审核还应该包括哪些内容 内部审核还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呢 在进行现场摸底的时候 要勘察线路沿线的地形 地貌 水文 地质 气象 交通 环境 民情 设行 文物 保护 建筑红线等情况 与设计是否相符 与其他管线设施的间距 是否满足规范的要求 过河过路的方式 这个线路转角的位置 是否合理 对施工路由进行覆测 各种保护措施 它的可行性 要重点进行核实 就是一题啊 这题就是要你背的 第二题 选用管孔的原则考的是第一章 先下 后上 先测 后中 实际上教材 今年教材有变化了 这个答案 不是按19年教材讲的 19年教材是有变化的 这是以前的一个答案 以前的一个考试正题 按以前的教材来讲 大对缩电缆 干线光缆 一般来复射在这个光缆的 靠下 靠侧的那些管孔上 一般来讲就是这样 什么后面还可以写一点 你比如说管孔 必须成对的使用 对应的使用 这个管孔在另一段 对应使用 同一条光缆栏 所占的管孔的位置 在各个人手孔 应该保持相对不便 这是第二题 第三题 第三题 公路作业的安全防护措施 九大类安全防护措施 每年必考的 我们到时候会讲 公路作业 那么我们比如说 现场施工人员 必须严格按照批诊的 施工方案来进行施工 第二 每个施工地点都应当设置安全员 观察过往车辆 并边监督各项安全措施的执行情况 安全标志尚未全部摆放到位 和收工撤离时 收取安全标志时 应该特别注意 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在夜间 雾天或者其他能见度 比较低的恶劣气候下 静止在公路上作业 车辆应当加装明显的标志 比如说红旗 这段话实际上教材案有 教材案就是这样讲的 你按教材案就把它写出来就行 你如果写的意思跟 字语意思差不多 但是组织起来比较乱 那么可能就会减分 所以我们讲这种题叫主观题 主观题的给分的尺度 是根据他当年的考试情况来确定的 这是我们讲的这一题 这一题答案还没讲全呢 对不对 第三 施工车辆应当按照规定的线路和地点 来进行行驶停放严禁逆行 四 各施工地点的占用场地 应当符合高速公路管理部门的规定 五 每个施工地点在收工时 必须认真清理施工现场 保证路面上的清洁 这个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最后一个问题 就经过分析法 分析质量不合格 你的质量不合格是什么呢 接头损耗比较大 接头损耗比较大 那五个原因 人机料法环 五个人原因 人机料法环 再给出每一个给出具体的原因 这就是英国分析法 我们有些时候称为鱼骨图鱼刺图 这个大家知道一下可以了 我们在这个地方 并不是要求大家掌握这个答案的知识要点 而是看看这个案例分析体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这个地方大家知道 欢迎接受信用来模特别 转发 证损耗比较大